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綠色按揭和綠色建築物的認證 很多人一聽到綠色按揭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因為按揭和綠色一連在一起 他們就不知道,會是害怕了 其實有很多產品,現在有綠色貸款 綠色保險、綠色金融、綠色甚麼甚麼 那些人一聽到綠色之後就會害怕 其實我想說要拆開這兩個字 以前我們讀書讀文章的時候 我們就會分開一個名詞 一個叫形容詞 其實在綠色按揭來說 按揭是一個名詞 綠色是一個形容詞 那個名詞按揭就是說 有一個人將一件東西側押給銀行 然後借錢的人定期還錢給銀行 這個就是一個按揭 這是一個金融的產品 綠色是甚麼呢 綠色就是形容這個產品 怎樣去定義這個綠色呢 其實就是靠一些標準 這個標準是包括甚麼呢 是哪一個機構定 為何這個機構可以去定 就是形容這個綠色 香港的綠色按揭大部分銀行 就找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頒發的六件橫平 他們拿到白金級別 或者是金的級別以上 才是平定為一些綠色的建築物 他們就是可以享有便宜一點的利息 還有有多一點的現金回陣 這是一個銀行的手段 就是引誘那些買家 要買一些綠色的建築物 也是一個壓力 就給一些發展商 他起樓就要環保一些 那對於銀行來說 也都可以說自己 我們真是為了地球做了貢獻 因為我給了這些優惠 是推動到業主和發展商 是更加綠色環保 那是一個四贏的 就是業主又贏 發展商又贏 跟著銀行又贏 地球又贏 那我就想說回之前那個題目 為何是綠色建築議會 其實因為綠色建築議會 是幾個團體 在09年已經是創立 他們的目的就是推動一些環保 炭中和的東西 他們推動有一個認證 叫做BIM Plus 他就可以在一些新的發展也好 現有的發展也好 In Door也好 他就定了一些標準 你去做一個打分的制度 在十個範圍裡面 包括一些建築 用料 或者管理 或者有沒有一些創新的東西 就做一個打分 去到75分 100分有75分就是白金級 65分以上就是金級 55分以上就是銀級 40分就是銅級 香港就用這個標準 世界其他就有其他不同的標準 美國有LEED 有WELL 英國有BLIM 中國有三星 新興市場有Edge 這些綠色建築物的認證 有什麼用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新界500強的公司 是要拿到 LEED的白金級的認證 他們才會用這些物業 也是另外一個手段 就是迫使發展商 要建一些環保的物業 今天想說的綠色按揭 和綠色建築物認證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